诗篇第八十八篇 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神处 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我的眼睛应困苦而干瘪 耶和华呀 我天天求告你 向你举手 你岂要行歧视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骑士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岂能在旺季之地被知道吗 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你的烈怒慢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凉棚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在这些终日上有个凉吗 Rocky 沙首 我终于 我终于 我终于